今天是第六次,所以基本上上课内容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清单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来上课的话,当然也是可以线上去补课 那上个礼拜主要是针对像Dedif这个还蛮重要的 画面你有听过吗? OK,好,应该有了 那Dedif之外,当然还有怎么样把Dedif这个公式输出 因为Dedif这个函数,在VBA里面有类似Date相关函数 可是没有完全一模一样,而且没有这么好用 所以我们上礼拜有讲说,如果Essail有,但是VBA里面没有 那我如何可以直接拿Essail里面的函数 就直接可以在出称格里面让它可以显示我要的结果的话 那我们当然就丢公式,也就是你已经做好的东西了 那当然丢公式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如果有双引号,你要把它变两个 第二个原则是说它有列号,你要去把那个列号改成I 因为I会一直往下 那判断的方式呢,我上个礼拜有特别强调 还有就是说呢,怎么利用像那个Mans去判断 如果你不同月份,你就不显示 可是会有一个错误啦,会用那个ifl去做过滤的动作 另外像用weekday去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当然以前是什么 比如说大于等于小于啦,那如果你是一个什么条件 那个条件的话你可以用公式 这个所谓的公式里面也是有函数像weekday 我们是判断礼拜六,礼拜天才要格式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weekday放在设定格式化里面的公式里面 那不过特别注意那个输入的方式哦 因为它有两个等号 所以同学常常忘了打其中第一个等号 或者后面那个等号 只要公式没有输入错误的话 礼拜六礼拜天的颜色马上就可以变更了 这个当然不是只有这地方 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因为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最厉害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用公式来设定 因为你上面几个说真的 真的用到机会好像蛮少的 大部分还是用公式 因为你工作里面没有那么简单 通常还是要有很复杂的条件 才去格式化什么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也许先试在以资友里面 先试试看公式能不能work 可以的话呢 再把那个公式搬到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那至于怎么做 我是建议你可以多多多练 那后面我们还会用到 可能要更复杂的 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要格式化的 跟你要设定条件不同栏的话 那这个地方 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其他还有像删除列 跟插入列 比如说你要一键完成 因为里面当然每一列 每一列空白列 假如说工作里面 像之前有同学是做会计 其他方需要一键输出空白列 然后呢 当将来可能在做其他动作的时候 又要批次的删除空白列 它会有不同的需求 可能也许在电脑上 它需要有空白列 但要输出告别的时候 又要把空白列删掉的时候 那就上礼拜讲的 那里面呢 最重要可能你要了解 我想两个东西 第一个 反向回圈 回圈有没有 可以越来越多 那越来越少记得用 就是大的放前面 小的放后面 只是关键就是step-1 后面要加一个关键字 step step就是它的阶层 阶层要越来越少 一定要step-1 如果你没有加step-1 它就不会越来越少 另外还有就是 你要了解一个物件叫ROS RW加S 哪一列 插入 OK 那这个是上礼拜讲的重点 今天的话呢 接着请各位开启 那个 这个有关数学函数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话 针对这个数学函数 这个第一个呢 当然上函数 我想大家同学都会 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在这个底下 第十一列这边 我加个比重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 30%第一次 第二次也是30 那最后一次的话呢 把它改40好了 假设我今天 有个比重的话 那你要算总成绩 就是它的成绩 乘上它的比重 那如果用一般的公式 当然你可以等于什么 等于它的成绩 乘上它的比重 加上它的成绩 乘上它的比重 不过呢 你会发现 好像都有重复的地方 可是也没有什么方式 如果不用公式的话 有没有哪个函数 可以两个范围相乘之机 的加总 那等一下它向下填满 所以请你把什么 第十一列 所以第十一列 这个地方前面 加个钱的符号 意思就是说 我等一下向下填满的时候呢 这个列号 不要帮我加一 因为呢 在以色列里面 有个规则 如果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它只要看到列号 会自动帮你加一 那如果你不加一的话 这一列不要加 可是十三列要完 因为底下要往下 所以打勾之后向下填满 OK 那总成绩就算出来 可是你想说 像如果以后呢 越考次数越多 那要做很多事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怎么样 利用另外一个函数 叫数学函数里面 有一个叫做 Sum 开头的 有一个叫SumPoda 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它会告诉你说 传回多个阵列啦 其实我讲过 我们选取是范围 但是在以色列里面 它就变成一个阵列 各相应之元素的成绩之种 它不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按确定之后 那当然你就给array1 array1也许是它的成绩 array2也许就是它的比重 那它相乘之后的总和 帮你加到这个储存格 但是一样你要向下填满 所以呢请你按F4 选起来之后按F4 不过你按D下F4 它是蓝跟列都锁起来 那其实因为我只要向下 所以比较标准的啦 当然你如果蓝也锁起来的话 其实结果一样 可是我觉得 这个地方尽量还是标准化 就是如果你将来 你只需要锁裂 你就不要锁蓝 所以比较正确的应该是什么 只要锁裂就好了 那以往啊 当然我们习惯按F4 还没有错啦 只是说我觉得 因为以后很多的机会 是只能锁裂 它不能锁蓝 你锁了就错了 OK 所以啊尽量还是要有那个观念 虽然说在这里是都可以 可是尽量我们还是讲究 真的还是要比较精确一点 按确定 然后向下 OK 那当然一样 我可以把那个取得小数点 整数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希望各位可以试试看 假如是用VBA来做的话 那VBA我们前面讲过 VBA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怎么样 请你做一个按钮吧 那当然很简单 直接输出到这边 另外一个就清除 有没有 OK 自己讲过 另外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函数 然后怎么样呢 诶 诶 当然 插入一个函数呢 它可以跟你要三个成绩 一 二 三 你给它三个成绩 或者是说呢 你给它一个范围 诶 这个好像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那个 就是 文字叫 手机函数里面 有没有 也有一个手机函数 跟手机的范围函数 就是说呢 你可以选三个资料 你也可以选一个范围 那那个概念跟这个一样 所以也许你可以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成绩函数 然后成绩函数是给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或者是说呢 直接给我三次月考的范围 就可以了 哎呀 那是要怎么做 请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VBA的部分 其实前面有讲过啦 如果可以自己写写看 另外就是 一键输出的部分 当然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什么 你就直接复习一下 如果我把三波的函数 直接输入到这边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另外一个什么呢 我不是用丢公式 我是直接在VBA计算完之后 再把结果丢到这边来 所以会有两种方法 写法 你可以先试试看 那你说哪一种比较 比较快 其实对于写来说啦 其实初学者来说呢 丢公式一定比较快嘛 对不对 可是呢 丢公式 不知道各位没有 就是去思考过 它有一个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说 你丢的公式 如果越长 越多 它会怎么样呢 越占那个 你Sale里面的那个容量 有没有 因为你输出一个结果 只是一个数字 可是如果你输出一个公式 你是非常冗长一个公式 在E-Sale里面呢 如果你输入越多 哇 它相对的 你会发现 那个E-Sale的档案呢 相对的也会越庞大 越肥大了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直接丢公式 它跑起来的效率 可能也不弱那个 不过它的好处是很简单 直接就按下去 直接就OK了 所以这个两者之间取舍 我想刚开始初学 还比较不会去想到 效率的问题 可是如果说你将来 你越用越多 越用越庞大 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但目前是没有问题 目前是最好两个 你都要熟 将来你再做取舍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先把那个 数据函数部分呢 先打开 然后呢 先试着做做看 有两种 一个是用公式来完成 一个是用三拨打来完成 再来去思考 用VBA来完成 那VBA我们前面有讲过啦 也许你丢公式 把你原来写好的公式 直接丢到VBA里面 但这种方式 真的 我发现 尤其入门的同学 这个方法对他们来说 接受度最高 为什么真的可以学的东西 需要学的东西变少了 但是也许是阶段性的吧 慢慢的话 你也可以思考 如果你要效率提高 还是慢慢要用那个VBA 整个全部改写 会比较是好的方式 所以请各位先想想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个VBA的部分 我可以带你 不错 注意 不错 它 不是